大家好,我是谢驴 今天要接镜子和小小刘回家了 从之前补羊水再到这次剖妇产 镜子在医院住了整整三周 晚上我一个人在家 非常的想念他们 今天终于可以团聚了 我是天天盼啊 终于盼到了回家团圆这一天 而且我父亲也已经在跟我讨论房子的问题了 他说等小孩稍微大一点 适应一点 两岁的时候 你们可以换房子了 搞一个好点的学区 你们也换一套大房子 住得更舒服一点 朋友们说真的 我之前不怎么相信算命这个东西 但是我今年去香港黄大仙 那个大仙一看就说 你们家是男丁的命 这个视频现在还在啊 有点灵光 等小孩大一点 我有机会再去香港的时候要去还院 现在我要把家里稍稍整理一下 然后去医院 把母子接回来 之后月嫂和镜子就睡在这儿 宝宝睡在那儿 而我呢 就是睡在这个小房间了 主要家里地方小 这些乐器我还不知道放在哪里 最近是一直下雨 小宝宝的衣服洗了都不怎么好晒 朋友们 富二院回来了 这个停车真的是一言难尽 医院的停车大家都感同身受吧 我在里面兜了三十分钟 都没有找到车位 只能把车开回来 因为还要去办出入院手续 我现在只能回到家再走到医院 办好手续 回来再开车或去接他们 医院说接的时候要快 最多只能停三十秒 小孩抱上车 大人上车就要开走 因为没有车位停 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现在外面造的很多商场停车位 里三层 外三层 地下还有三层 几千个车位的 但是医院的车位真的是太少了 而且有很多所谓的专属车位 明明空在那不让你停 这些车位可能不是给老百姓设计的 镜子 出院了吗 迫不及待 先看看儿子 一会儿 车位开过来 对一会儿你们在楼下全部准备好 就是到那个 我才能来把你们约回去 根本没地方停 办出院手续 全是排队的人 效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九个窗口只开两个 办好了可以回家了 偷妇产总共花了八千一 自费了一千二 这时候就感受到了 平时交医疗保险的作用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他虽然养老金不交 但是医保还是要交 第一次住院补水花了一千四 第二次花了两千 这次偷妇产家住院花了一千二 也就是说整个生孩子在医院 自费没有超过五千块 全部手续都办好了 现在可以开车去妇儿院 接他们回来了 这次我终于可以开到医院楼下了 刚刚遇到两个保安 凭我三寸不烂之舌 说动了他们 前面都是这种大车停在这 现在等镜子出来 所以说处理事情要人性化 不能机械化 我跟他们说要学会换位思考 我说这么大的雨 我又是接早产儿出院 你让我开到楼下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真正好吗 妈妈新空电厂 可以 你到底忙什么期望 现在 肯定必须 你自己干掉 你走 你走 嗯 再见 再见 好镜子你快去休息吧 朋友们累坏了 到家整整忙了两个小时 现在给你们看看我的小床 乐器只能搁在角落了 我在这个家里是彻底没地位了 我现在怕小门一关都没人来踩我 之前在家里的地位是镜子狗我 那现在就变成了小宝宝镜子 Happy 我是最后一个 Happy跑回来了 这两天雨大 我们一开始怎么找都找不到 但是她毕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真的是很舍不得就一直在外面找 结果后来雨一大 她就自己跑回来了 凌晨落汤鸡了 这两天我要先把Happy送到外婆家去 因为舅舅又要回来了 舅舅说这几个月 Happy她就先看着 等月嫂走了 我再把狗接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